欢迎您收听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 王牌进化 作者 卷土 本集播音 魅影 大宋 胖书生 第412集 方明就微笑着举起手掌 睡在惊地问道 你好像很怕别人看到这个东西 艾姆书大意凝然地怒道 胡说 喂喂 别开门 咱们有话好说 韦作夫见他这变换的嘴脸 捏着兰花纸 很是不齿地扭捏 呸了一句说道 呸 你真不样脸 我未认识你这种人 感到羞耻 说完 韦作夫顺手麻里无比地 将艾姆书生拿来当枕头的那本 哗哗公子 抽了出来 夹在叶下 然后揣进了口袋里 方明看到这实在是很有些无言了 艾姆书生知道 今天呢 是什么事都瞒不过方明的 哭丧着脸 说道 好吧大人 其实你今天救了我 我本来就打算告诉你来作为报答的 这个东西是一把钥匙 前天他们运送过来的秘密武器出了一点问题 就请我去帮忙检查 我就利用里面仪器和剩余材料 做出来这把一次性的备用钥匙 本来想找机会重新偷偷进去捞些外快的 哎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这个就当做我送给你的筹线礼物吧 艾姆书生是一面说着一面偷眼望着方明希望从这位老大的脸上找出一件对这件事啊不感兴趣的脸色来 不过方明却是微笑着说道 谢谢你的礼物 我很有兴趣 那我去放秘密武器的地方吧 马上 显然 帮您的回答呢 令得艾姆书生十分的失望 但是他也只好啊 在兴奋的萎缩妇的催促下 引领着两个人赶去潜艇的运输库当中 潜艇上偶尔有巡逻警戒值班的士兵 看到他们三个同行 却是哪个敢来阻拦呢 方明呢 赞许的拍了拍小腹的肩膀 又知道 这个七管炎呢 实在是穷得可怜了 大方的 直接顺手给了他两万积分 这个仆人呢 确实太能干 小腹拿到钱之后 开心无比 那嘴都快笑得烂了 兼工呢 自然干的是更加有劲了 艾姆生这时候 苦着脸解释道 这个武器乃是政府开发出来的新型武器 正要送去战场上检验实战效果的 因此乃是最高级灭 因此只有舰长瓦罗夫有权知道 这家伙似乎是政治现金的时候被弄穷了 利用舰长能够使用这个密室的权利 伙同几个心腹在背地里倒卖军火武器 那帮笨手笨脚的家伙在搬运军火通过金密库房门的时候 弄出了点岔子 手下实在是修理不好 害怕回航停过船屋以后被军法部的监察员找出漏子 因此不得已之下 出了大驾想来找我帮他们修理密室门 所以我才知道有这件事情的 一干人呢 连续进入了三道密码电子门以后 最后一道门呢 却是个铜纹门 爱慕生将眼睛凑上去 门开启之后 电子闸门呢 就徐徐上升了 露出了写着 A B 两个字母的房间 A房间的门下缝隙当中 隐隐约约流露出了一丝黄金色的光芒 而B房间当中则是漆黑一片 魏梭夫见到金光闪闪 眼睛里露出了那种迷醉的神色来了 他已经贪婪的流着口水 爬到地上竭力的想从这门缝下面 向里面张望一下 可惜啥也看不着 爱慕生呢 对着方林怂怂坚说道 开启这里的晶体锁的钥匙 在瓦洛夫手上 我配置的这把晶体钥匙 乃是一次性的 也就是说 你只能从中选择一个门开启 若是强行开启的话 这里的警报器是连接了盒子反应炉 而此时已经拿出了板手 改刀 螺丝刀 写子 正在打量着从什么地方下手的尾 说复 立即似是触电一般跳起来 乖乖的 似一个小学生一般站到了旁边 方林淡淡的说道 你先告诉我 两个门里面分别装的是什么东西 爱慕生呢 怂怂坚说道 M里面装载的是代表军政中 目前最高科技的可怕武器 而B门中装载的 也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顶尖水平 编号SV-002MS 金色合金弹头 位别详细压制破坏战车 身高216厘米 全长258厘米 全阔223厘米 装甲全重2850公斤 装甲127厘米 中炮 12.6厘米 重机关枪 配备烟雾弹 闪光弹 装甲值4 最高跳跃力 10米 移动速度极快 越野能力极强 控制性能极其优良 可持续行驶50公里 变形功能 为开启 机体具备5次绝对防御能力 本功能开启以后将在战车表面生成一层强悍的电磁护罩 敌人对其进行的前5次任何攻击都会出现强制性伤害50点的上限效果 电磁护罩补满时间为60分钟 若能够获取电磁供应箱 护罩将会瞬间补满 合金弹头系列共有四个型号 试验型的SV000号 标准型的SV0001号 附加版的SV00012号 以及强化版的SV0002号 本型号呢 即为最新强化版本 运送以及战斗目标 投入北线战场中测试其实际战斗能力 M生麻麻利利的从旁边的工具箱里面 拿出了一张加密的金色微型光底 匆匆解码以后 然后塞进旁边的播放演示器里面 上述的文字就是方林看到的所有内容了 而这时候下方还有这一行介绍 乃是用轮回者才能看到的白色字体写成的 合金弹头 金色胶囊 地级黄金道具 使用以后将会获得一辆金色合金弹头战车 本道具乃是合金弹头世界独有 不能被携带出本世界 也可以用来换取五万点积分 二十点潜能点 战车电磁护罩消耗完毕之后 默认防御力为七十点 耐久值体力值为四千点 本战车为试验性战车 机体内部安装有威力强横的超级炸弹 战车引擎发动后便开始倒计时 一百二十分钟之后爆炸 将彻底的将机体拓坏掉 方林默默的凝视着手中那条黑色光泽的晶体 这把钥匙就似是黑钻石一样 发着晶莹玲珑的光芒 似乎在诱惑着方林尽快地做出自身的选择 从钥匙当中涌动的能量 就可以感觉到 爱莫生并没有说谎 这把钥匙当中的一些材料 确实是极其的稀有 因此绝对是无法复制的 那壁号仓库里面是什么呢 韦索夫虽然贪婪吧 却也是异常精明 立即不等方林说话 便出声询问道 爱莫生嘴角抽出了一下 随后干笑着说道 壁号仓库里面的东西啊 已经被瓦罗夫搬空了 他正是因为走资完了 才把门碰坏了让我来修理的 方林轻轻地摇晃着手指 微笑着说道 说谎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如果B号仓库里面是空着的 那么你苦心积虑地 配这把钥匙出来做什么 难道是想将A号仓库里面的 这个大家伙搬走吗 爱莫生听到这儿 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他一时之间脑袋里面 转过了许多一个借口 但是都在方林的微笑面前呢 是无所顿情 爱莫生从来没有觉得呀 在别人的目光逼世之下 说谎竟然是如此艰难的一件事 几次张口之后啊 还是欲言又止 最后呢 是颓然坐倒 在地上扯的头发 说道 啊好吧 这里面不仅放着瓦罗夫仓促 从船上逃走时 遗留下来的 想要再留回家的走私货 还有MS型椅类喷射计 这是由军方的生化工程部 集合三年的科技力量 研发出来的新型生化武器 专门拿来制约外星人 与莫瑞灯叛军 可能研发出来的强悍身体兵器 眼下正进入了战场实测 搜集数据的阶段 方林试探性的问道 这MS型椅类喷射计的作用 是什么 控制 M生神色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低剂量的话 能够暂时的控制生物的行为思想 将之变成奴仆 若是剂量用多了 那么就会导致永久性的 不可逆的控制效果 好像是家乡版本的强力魔尾书啊 方林缠吟着说道 说明书呢 M生一听 耸耸先说道 和药放在一起 必须使用钥匙打开门以后 才能看得到 这时候 韦苏夫的嘴已经张得大大的 他长长的哦了一声 指着M生恍然大悟的 大叫了一声 哎我明白了 你肯定是想要偷一瓶出去 稀释以后来迷奸女人 M生这心事被说破了 恼羞成怒之下 积极败坏的说道 Fuck 你放屁 说着就扑上去 要和萎缩妇拼命了 两个人顿时扭打在一起 这两个人的战斗力啊 是可以被忽略的那种程度 算得上是宅男当中的宅男极品当中的极品 能打到什么厉害长度啊 哎 您想去吧 不过两个人呼几拳之后 顿时发觉动手啊 都讨不了好 慢慢的就开始唇枪舌战 韦苏夫固然是滔滔不绝 旁征博隐 M生呢 也算是在政府当中除了以无赖文明之外 演说也算是一流的 两个人的交手呢 当真是乌言碎语啊 层出不穷 集合了忠心骂人之大财 也算得上是棋风对手降于良才 很快啊 就由扭打互骂着 弄到密室外面的拐角后面去了 两个人一扭打过墙角啊 嘴上是丝毫不停 韦苏夫是一边骂一边吐口水 拿着脚啊 站着在地上迅速的写字 我查查你老母 其实呢 韦苏夫是在地上啊 写了个字 是那要啊 我也要 M生张大嘴 他的表情先是愤怒 然后是惊诚 最后是鄙视 最后呢 却是心理神会 有样学样的 口中继续骂着 发个发个发个 其实呢 却写了个 那你也得劝他选这个呀 你们不知道用法 选了 用出来都会失效的 方明此时 没有留意到 这两大贱人呢 在背后搞的小动作 却皱着眉头 陷入进了沉思里 这到底 跟哪个仓库的大门 更合适呢 A 还是B呢 毫无疑问 若是选择了A以后 那么那一架 黄金合金弹头战车 无疑就极大的降低了 过关的难度 不客气的说吧 最后击毁那架 张鱼行自走号的难度 倘若是S级的话 在有了这个变态的战车之后 难度将会聚降到B级 相信若是雷者来了 毫不忧郁 就会选他的 可是方林呢 不是雷者呀 他没有一定要十拿九稳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意思 但是 B号保险库当中的这个MS型椅类喷射机 听爱莫生的介绍之后 就能判断出来 其功能应该有部分于强力磨灭术重叠的功效 而且最为棘手的是 就是没有类似于A号保险库对那一辆黄金战车的详细书名了 方林沉思了良久 最后伸出手掌 毫不犹豫地按照爱莫生所说的方法 将那把若黑钻石一样精灵璀璨的钥匙平摊在了掌心上 这把钥匙制造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巧 可以想象到 开启的锁应该是何等复杂的精密了 方林忽然间用力地一握 这空气里传来了哗的一声清响 而那个细长若钻石一般的钥匙的表面上 出现了无数细密的裂纹 然后就从指缝间散落出去 洋洋洒洒在灯光下幻化出了一个 十分迷幻美丽的光雨来 钥匙里面 却是一粒看起来很精致的白色物体 看上去颤巍巍的 就像是一枚刚刚被剥去壳的暗春弹一般 细能光滑 但是它这表面上却有许多的缝隙 看起来就像是许多机械的零件组合而成的 方林纵然是心中早有准备吧 但是还是有些恶然 对着前所未见的钥匙 实在是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试问 若是被外人盗去了 肯定是惯性思维的将钥匙塞进钥匙孔里去 这一塞之下的后果 那就真的很难说咯 方林就平摊着将这东西 从手掌下方凑进了这锁孔了 那儿有一个不注意看 则很容易忽略 但是注意看就相当清晰的刻度 方林的手掌呢就这么刚刚贴在这刻度上面 是不多不少正好 顿时就感觉这刻度那东西里面 围背的一缩显然是触动了什么装置 锁头呢 忽然间啪啦一声直接点破 在空中是零件乱飞 哗啦啦落了一地 看样子 这要不是专业人士组装起来 那这真的太困难了 纵然这方林在之前设想过无数的可能性 但是也没想到既然如此 这么荒唐的事就发生了 心中顿时涌现出了一种特别滑稽无比 哭笑不得的感觉来 这把看上去神秘无比 真知中知的锁 原来轻轻这么一碰就会掉啊 若不是这密库周围隔绝了精神力探测的话 自己应该不至于闹出这种乌龙的事来 可是方林唇角的一丝放松 立即就凝固在了脸上 他突然间就感觉了一股极其危险的感觉 传递了过来 就在他神经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 一道极其强烈炫目凝聚到极致的激光 从他面前穿射了过去 似乎是从墙壁里面衍生出来的一条蛇一般 又在刹那间钻进了对面去 那一束扁平的白色激光 就擦贴着方林的手掌心射了出去 恰好将他手心当中的钥匙残留下的白色物铁给蒸发了 冒出了一团若有实质的烟雾来 方林的手啊 若是再放在上面那么一点点 这手铁钉就没了 而手下去那么一点点 则触发的这道激光需要整整蓄能二十四个小时之后才能使用 那团若有实质的烟雾啊 鸟鸟的漂浮而上 而那个跌落的钥匙孔呢 也被吸了进去 然后第一道门徐徐滑开了 露出里面第二道光滑的内门 内门呢似乎是以液晶所制作的 上面是不停的变化闪动着各种数字 它样子是在对吸入其内的烟雾成分做着仔细的分析 疑难有所拗误的话 巨型潜艇当中的核子反应炉就会发生剧烈的爆炸 分析检测通过 二百一十三种成分准确 吻合度百分之百 大门将在十秒后顺利开启 当您对于钥匙是否伪造的成功啊 倒是半点儿都没有担心 似爱莫生这种人 可能拿自己的小命出来开玩笑吗 倘若这钥匙有那么这0.0000001的失败几率 他肯定都会毫不犹豫逃走啊 核子反应炉一炸 大家都没得活呀 光滑若有机玻璃的大门划开之后 露出了一大堆麻袋 而且这麻袋里边还渗出大量的水 空气里面回荡了刺鼻子腥口味 而且是那种腐臭的腥臭味 我靠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为什么 我靠